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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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宫位开始工作时 也就是他生年季印爆点 讲白话就是 他睡觉的地方有因果 每天睡觉要抱着睡 结果就爆出一身病 而且这个病是医生看不好的 嗨 大家好 欢迎来到子维朵树讲堂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你的一生的福德功 福德功呢 辛勤派认为是主晚年的老印 但是在同步断节里面最重要的 是要探讨 你这一生跟你累劫转世 跟你的家族 跟你的祖辈的 跟你的遗传毛病 到底有没有什么关系 如果有你的身体状况 跟你一生的事业成败 财富的积累 都会跟你的福德功有关 2月4日 这一位好友住院 2月5日 开刀 来 我们逐步的来探讨 第一点 他的生年季是乙肝 积粮子音 太阴化祭 表示以生祭来的执着跟使命 就是生年祭 进入哪一宫 就在那一宫生根 谁也撼动不了 这是公式 跟他按和的公位 就必须要承担 他所带来的一切业力因果 就互相的 好的一起分享 有责任的一起承担 这叫做业力因果 第二点 事件跟时间 启动的公位 就在于生年肝 相同的公肝 这个公位开始工作时 也就是他生年季引爆点 来 我们检查他 他的生年肝是乙肝 他的命盘里面 跟他一样相同的是哪一肝 是父母公的乙肝 表示他这一生的业力因果 跟他的父母 跟他的家族 跟他的遗传有关 这样清楚了 好来 第二步 我们看 我现在把公式都讲得很清楚 一步一步来 那么乙肝的太阴化剂 进入哪里 进入他的饥饿宫 表示他的身体状况 是累结转世 跟他以生计来的最重要的卡点 就在身体 那这个身体有谁引爆 有父母公引爆 所以是遗传毛病 是跟家族 跟遗传有关 注意听 下一个公式 他的生年肝是乙肝 被谁引动 被他的父母公引动 乙肝 这就是他命盘之中 最重要的执着跟责任 跟他的使命 跟他引爆点 这是公式 太阴化剂 乙肝太阴化剂 进入饥饿宫 所以他的引爆点 正在身体 那我们来看 饥饿宫跟福德宫暗合 也就是说 他今天身体引爆的 跟他的福德宫 福德宫就是主辈的 父母辈的 这一脉的遗传的毛病 或者遗传给他的因果业力 由父母公引爆 引爆什么 引爆饥饿身体 身体在跟他的阿公辈的 劣节转世的 祖先的暗合 共同承担和分享 所以我们要针对他这个命盘 帮他来提出可能的解决方案 我们来看 他的本官的物干 为什么要进入本命的官物干 因为是印度 我们来检查一下 他这一次进场修理的印度情况如何 我们才有办法给他一起集气 一起给他祝福 那么他的本官物干 天机化剂 进入交友冲了兄弟宫 表示倒霉事跟床位有关 这个时候你兄弟宫怎么讲床位了 因为身体 身体要不要找一个地方睡觉 兄弟宫就不能讲成就了 脑筋的思路很清楚 因为他现在是身体出状况 兄弟宫就是床位 也就是他睡觉的地方 跟他的床位有关 讲白话就是 他睡觉的地方有因果 跟他一起睡的 看来是不是人 有一个写者留言 那么如果这样子的话 配偶同亲人会不会受影响 会 一定受影响 如果以他这个命盘来讲 他如果有同亲人 跟他睡在同一张床 就一定要跟他分摊 业果 所以我大部分看这种命盘 都会建议当事者 为了别人好 为了自己好 一定要分床 最好分房 但是 我看过很多案例 无论男女 我就是建议跟他讲 不要同床 但是他说 他老公不准 每天睡觉要抱着睡 结果就爆出一身病 而且这个病是医生看不好的 接着我们来看他 他的本官 天激化剂 充兄弟宫 充公成为大县 62到71岁 就是他这个大县 的交友工 我们都知道 对病人来讲 交友工就是医生 所以他的倒霉是跟医生有关 命组的事实现况是什么 他从2021年 时间启动天激化剂 2021年 天激就在交友工 就是2021年 启动天激化剂 身体就出状况了 他看片中西医 都查不出各种问题 好不容易的 检查出来的一个问题 医生叫他什么 要吃药 要打针 是有癌细胞的 他却认为什么样 不行 吃药反映身体不舒服 打针也让自己不舒服 会隐害到自己上班 我就跟他讲说 你要命 他说不要 他不吃 就不吃 你看到了2022年 跟大命重叠 62到70岁重叠 力道加倍 就在2月4号 他已经查出 胸椎有长肿瘤 准备要开刀了 就在2月5号 推进首饰宿 接着我们来看 他的大官在仁甘 这个仁甘使天良化露 进入本胸有救援 因为进入胸有线 或者是腹脊线都有嗅炎 可是天良本身的 消灾解恶力道是很大的 一化露之后 就消灾解恶力道就 就减弱了 因此我们在这里 我们跟他都是同道同修 一起给他什么 集气 也请西空一起帮忙 我们大家祝福他 开刀 要顺利成功 透过天良化露 来救援他 给所有看到的人 做个借镜 接下来 我再用一个 1980年的拟命 他的生年纪 也是跟福德宫暗和 他的生年纪 是根干天同化祭 再填宅公 表生他已生寄来的家族问题 跟福德宫的因果业力暗和 因为他是福德宫跟田宅公 在隔壁暗和 表征是说 他的这一生 他的因果 都会跟他的家族息息相关 生年纪 相同的宫位是命宫 也就是说 他的生年纪是庚 他的命宫也是庚 那命宫 对应田宅公来讲 他就是家族的小孩 引爆点 当然就是自己的心态跟行为的奏法 也就是说 他愿不愿意去承担 或者不承担他这个家族的业力 何时引爆 看印图 官入宫 本官 甲干太阳化祭 进入交友宫 冲兄弟宫 倒霉是跟母亲这一戏有关 也就是跟兄弟姐妹有关 应验的大县在44到53岁 本官太阳化祭的冲宫 成为大县的田宅 表示这10年倒霉事都会跟家族的人相关 应验之年 2022年 第一年 这是进入大县的第一年 已经有这个迹象 2023年进入大县的第一年 2024年 跟本命重叠 就是应验之年 大官在本命宫的更干使太阳化祿 在本命的凶手线 有救援 若要提前预防解结 就必须采取替代方案 当事人做与不做 都是当事人自己的抉择 谢谢